伊宁有一片神奇的山坡 山坡上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孔洞 无论春夏秋冬 这片山坡上总是热浪滚滚 当地人既然在没有明火的情况下 却可以在这烤肉烤鸡蛋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奇特的现象呢 带着满心的疑惑和好奇心 来到了伊宁以北的白云山 这个土豆咋卖的啊 土豆五块 不好意思 土豆三块 我就说五块 三块三块 我俩烤着吃了 烤着吃 烤着吃拿糖 烤着吃刚好 这个烤着不是香 对对对 土豆好吃 咱们够了 够了 然后四个就够了 好好好 两块钱 好 谢谢阿姨 不客气 一般就烤点玉米土豆吧 我们是甘肃娃嘛就爱吃土豆 红薯其实也可以 就这个把这个长短粗细更好 小 我只要两个 我只要两个 两个怎么买啊 两个四块钱 行吗 那种 可以可以可以 来 再买了两个鸡蛋 采购完毕后 我迫不及待的来到了66团火龙洞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火龙洞 火龙洞入入西须枝 在烤期间 饭后半小时 方可先有烤房 还是专门做一个烤房 可以治病的 有两条路 一条这边 一条那边 那边的路好像有点窄 应该是从这边走 爬到山顶后才发现 我们是走错了地方 便下山询问了这里的老板 我们想去烤土豆 烤不了 这是烤身体的地方 这个主要是有啥作用 治病没过 对对对 这个是 是呀 寒呀什么东西 这个烤一次多少钱 这个地方烤 你要在这住不要钱 行 谢谢你 可能火龙洞有两个 这个火龙洞就是烤身体的 治疗病的那种火龙洞 就是烤烤当地的那种 我们没找到 感觉走错了 那个您好 咱们这火龙洞是有两个吗 哪个是可以烤烤烤的 可是以前的时候 在这也可以烤烤的 然后现在改造的 在外面把那个火龙洞 全部弄到房子里面 弄进去了 弄进去以后 热成就是外面就没有 这还有一个火龙洞 有了 发炎带 发炎带 是个发炎带 一名是个发炎带 哦 这也是这个土 好好好 谢谢 通过与刚定人的交流 火龙洞确实存在两个 而能够烤烧烤的那个洞 位于发炎带地区 这让我感觉更加神秘了 带着好奇 赶往了发炎带附近的 埃尔肯火龙洞 大哥您好 那个烤土豆的那个从哪走 我还不得了 哎 大哥 等一会儿吧 给他找一会儿 谢谢 这大哥好热心 我们来的时候有一个口 有一个姐姐的吗 这样子走 谢谢 谢谢 走 大哥他们也去那儿 刚好我们跟上他 哈哈哈 我们现在呢就到这个火龙洞吧 成都在哪里 我们是甘肃的 甘肃的 我 现在好 以前是来不上 哦 以前要走上来是吧 现在车可以开到上面 周围都是用铁丝网围起来了 然后还专门在这个山坡上建了一个汉侧 远处周围的环境都是那种丹霞地貌 这个小房子是干啥的呀 有个五六十度的 哇 好热 门的海里面有八十度啊 你看去感受一下 这个地方四十度嘛 这个地方也太神奇了 哇 好热 你看一进来摄像头就被雾气浓招出了 感觉进了一个温度很高的桑拿房 还能闻到有个浓浓的硫磺味 我感觉我不能呼吸 都要赶紧出去 然后我还怕我车上自己带久了 就故障了 好像真房 从外面看这个房子 其貌不扬的 进去 也有冬间 看那是这种大大小惹的洞 里面非常烫 放到这就已经能感受到温度了 这地方就已经很烫了 再往里就好烫 这个就没有特别热 这个一看就没有特别热 手能放到里头都烤不熟 这个凹就好烫 这太烫了 这个手都拿不出来 你烤的话 你吃一下你站在这 这一会就烤成了 好神奇啊 它虽然都在一座山上 但是温度是不一样的 准备把我们买的丰富的素材扔里头 这个就烫 先扔的呢 有 就是在口头上就行 这个温度 超了 感觉我们靠东西的这个洞 得达到100多度 因为这个洞 它就是到这个位置 它就已经热了 就烫了 一开始 你看 一个白气 风一吹热气就出来了 妈呀 太烫了 妈 就等着吧 这个火龙洞呢 它为什么有这样奇特的现象 是因为它的地表底下 全都是霉田在自然 然后经过地质的变化 然后有缝隙 然后这个气体就会往上走 很像神奇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真的是没有火冒着热气的一座山 走 大哥邀请我们上去 看看 看看它们都带点耍 真的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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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进去都 pseudo 好 谢谢您 中国都全有什么 好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品尝完大哥的羊肉 我们就赶紧返回了自己烤土豆的地方 感觉熟了 干不全是土 你听 太辣了外面已经 估计里面熟了 金黄金黄 看不见了调料 打上吃 辣椒面子 撒辣椒好好吃 熟了 这个时间都应该不一样 为了你烤个十二三分钟 感觉烤土豆和红薯 再烤个十五分钟 鸡蛋感觉烤四分钟 四五分钟就好了 我们俩也应该买点肉的 第一次没经验 如果你们来的话就买点肉烤肉 哇塞 看还冒着热气呢 我们俩烤得很成功吧 好甜 好吃 吃完了 吃超干的 然后收拾一下 把这些垃圾都带走 自己拿的垃圾自己来了就带走 走吧 这个地方走的时候一定要想 有可能采的那个坑 就是冒着热气的 其实大家尽量找不要太深的东西 好放进去也好取出来 大家来可以带点肉 然后带点盘子 那个夹子之类的 但是好像盘子烤了就不能用了 那就热着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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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鸡蛋的大哥们打个招呼 跟走过来 这个地方一般不好找 如果主人来的话 最好就是旁边当地人问一问 或者是跟着当地人的首歌上来 才能找到 这个宏洞它有两个 我们第一次就走错了 那个就是一个疗养院 我们来可以烧烤 这个叫艾尔肯 看这都是垃圾 大家都说要进点免费免费 免费的话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人管理 没有人清理 那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垃圾 所以就是免费的有免费的好处 收费的有收费的好处 像这种野生小景点 就没有人收费免费的 这个地势结构太神奇了 现在我们已经下到山下了 下山后我们将前往尼勒克县 我们现在呢 到了尼勒克县 今天不然下大雨了 现在准备洗漱一下就睡觉 点火 哈哈 哈哈 烦啊 还不好怪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